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观察这几个星期的上证指数 因为之前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说上证指数可能面临到他们一些 这个企业债务上面的一些问题 但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扩大 而且似乎慢慢的有一些稳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那从上证指数的一个股价指数来看 也确实这几周也稳定了 那我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统计 就是去统计 因为坦白说 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就是 就基本面的问题之外 我们通常会再做两个统计 一个是所谓的这个整个股市的这个估值 就是说本益比的一个分析 就是再怎么差 那如果你的价格更偏低的话 那其实还是有机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季节性的一个分析 因为接下来就是要农历过年 那农历过年之前一般来讲 就春节一般来讲 这个台股也好 这个上证指数也好 它的表现大部分都比较清淡 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那春节后面有没有很好的表现 那统计的结果 上证指数在春节之前 好坏是各半 所以表示春节之前 不会特别好或特别坏 但是跌幅比较大的时候 确实是出现在春节前 因为资金紧俏的关系 对 资金紧俏 第一个当然你说资金紧俏 要用钱要发红包 企业资金的调度啊 干嘛各个原因都是这样 那春节后的表现 既然上涨几率是八成以上 而且平均的涨幅都有超过3% 那甚至我们如果说 它在春节前表现很差的话 反而春节后更有机会上涨 那按照现阶段来看 今年到春节前 我们看上证指数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表现 要有一些大幅度的表现 肯定也还是相对困难的 那最近算是一个稳当 有点算是震荡整理 那但是越来越稳定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也有利于春节以后 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发动 目前我这样看 我觉得是确实是有机会的 那再加上说我们目前 我目前包括就是说 企业的一个获利的情况 因为坦白说今年整体的企业的获利状态 还是不是特别好 但是从整体气 这个法人的一个资料来看 但是明年后年 企业的成长率却会不错 却会不错 明年预计大概 现在我们讲的是企业的部分 企业的部分 就是说有大概有7% 然后后年可能有到12% 根据法人的一个资料来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反而现在这个 因为现在股市的这个整体的估值 也比较低 相较于过去的这个 五年来讲 十年来讲的平均值来说 都是偏低 因为现在本益比只有14.4% 相对都有偏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现在不敢说 是不是会有一个 很长线的一个行情 因为我们还是 还在观察一些疑虑 但是从 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陈彦有提出一些疑虑给大家 对 那这个疑虑 我要跟大家坦白讲 我还没有解除 那尤其是一些小的这个问题 但是目前我们在看 春节后会有一些这个宽松政策 其实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那你到股市啊 它有时候是这样 你体质不好对不对 但是你给我一些特效药的时候 那我会去接受 美国企业今年的获利是减少的 但是它的股市是创历史新高的 对 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就是说我的基本面 你一直有疑虑 但是我给你特效药 我就一直刺激 其实会有点像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股市是可以接受的 对 股市 它不会去说 你的体质不好 你要吃中药长期调理 对 它不会管这个 它说这个特效药来 有效 它会马上反应 那所以目前来讲 春节前 因为现在中美贸易战的 一个协议的状态 看起来是有好消息的出现 除非一月份 它春节之前 它又突然来一个大转弯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预期说 春节前行情的压抑 反而有助于春节后 行情的上涨 再加上目前本益比偏低 再加上它会利用一些财政政策 或是货币政策 来刺激这个行情 因为他们也知道 目前会有一些 茶壶里的风暴 所以我要不断地宽松 不能让这个风暴来扩大 那这些反而会刺激股市的一个上扬 刺激股市的一个上扬 所以这样子的短线上来看 那我的短线 当然不是说一个礼拜 一个月 而是说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可以布局来看 这个春节后的行情 那有机会到 这个明年的四五月 这种股市的这种 这个一般的一个 周期性的一个变化的话 所以你等于是第一季的布局 对 就做第一季 那你说第一季以后 坦白讲我现在 还看不到 还有很多疑虑 但是我觉得这个第一季 第一季的这个行情 有机会来浮现 所以如果 可是你这个第一季 你又提到 因为是春节前跟春节后 那春节前其实还有 将近二十个交易日 对 但实际上也不多 因为就二十个交易日 我们就两三个礼拜 那我们就在这里 就分批来买 布局一些 对不对 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看到春节后 当然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上证五十的部分 太过集中在金融股 所以我觉得互升三百 可能会好一点 如果我们以 在台湾要交易的一个基金 来看的话 我就会比较 因为太大的股票 因为现阶段 如果我们集中在金融 五十会集中在金融 我会比较倾向于 互升三百里面的 这些标的 或是直接我们以互升三百 这一个ETF来 因为春节后如果要标 我觉得深圳的部分 会比较有机会 所以深圳一百 深圳一百 深圳中小 这个部分也是可以 值得来追踪 值得来追踪 那当然 后面还有一些状态 我们必须要持续的观察 我不会演 就是说 它的GDP是持续往下走 大家现在也都看了 当然 但是我们现在 就从企业的成长面 来着手 而且尤其是到了明年 如果要做产业的话 我们可能要切割得更清楚 因为有一些产业 确实会受到 比较严重的影响 但是有一些产业 它会稳步的 这个往上走 那产业的部分 我们这个下一次 再仔细的来跟大家分享 但是今天我们谈的内容 大家可以仔细去思考一下 包括 就是说 这个春节前后的一个 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 好的 所以呢 这个在第一季的布局 那这是在 陈彦来讲 都是短线布局 那提供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考量 春节因素了 非常谢谢陈彦